可是又要讓人家看得懂 一方面要很抽象 一方面又要能夠吻合那種感覺 你看得懂 所以其實樹這個意象在這邊是很清楚的 你看得懂它像樹 所以你會跟學校結合在一起 可是它又不是你想的那個樹 它沒有把樹做得很樹 所以它是一顆燈 晚上的時候會發光 好像指引了大家又回到學校來 或是學校把學生送出去 所以這個藝術家所做的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內容 那原來在這邊有非常多的 這個叫什麼樹 大家知道嗎 小葉懶人 小葉懶人是我還蠻討厭的一個樹 因為它長了一根細細的 上面有幾根瘦瘦的 那在台北的行道樹裡面 它算是很多 原因是它非常好養 對 但是它實際上遮音效果非常的差 但是它有個好處就是它是生根型 它不像榕樹是淺根型 它會破壞地面 所以在台北就常常被拿來做這個行道樹 那這個學校可能在當時候就種了一些 這個小葉懶人 所以這一棵樹本質上就是從小葉懶人的那個樹幹的那種方式出來 對 好 那這些玻璃呢 這個是 它其實是渡太的 它有一個coding 所以晚上會有藍藍的顏色 會有金金的顏色 好 那我來說明一下這位藝術家 這位藝術家已經五六十歲了 他是台大畢業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台大昆蟲系畢業 對 那後來呢 其實它是來自於這個案子 跟著別人一起做 他覺得很好玩 一起去做工程等等 然後 他突然發現他內心裡面有一個很藝術家的本質 他現在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案子 最近剛剛完成的一個案子是在馬祖 有沒有人去過馬祖 你到那個馬祖以後 他現在那邊有一個電廠 有一根很大的煙囪 他在上面做了一圈鍍汰的 然後呢 還有一站是他做的 是在捷運站 是他做的 是在新莊站 新莊站 如果你出了新莊站 不是在站體裡面 是到衛生所裡面 對 因為它共構 地底下是新莊站 出來以後 是圖書館跟衛生所 你進了衛生所以後 你看那個樓梯 那個天花板就是他做的 非常漂亮 就是這種材料 所以你看到那個有的部分反射 有的部分折射 那個天花板非常非常漂亮 那他還做了萬里的這個衛生所 也是他做的 對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藝術家 對 然後原來是台大這個什麼 昆蟲系畢業的吧好像 對 他還做了一個在藍雅 天母的這個 對 中城路上面 是不是藍雅國小 還是國中 藍雅國中 對 前面也是有樹 他做的 對 所以他很喜歡這個議題 做得滿好 好 大家還沒有什麼 沒有我們就往那個方向移動 每一個城市都有他的鑄鐵 台北為什麼沒有自己的符號 對 在我們那個鑄鐵蓋 人孔蓋上面 我們曾經徵求了一個 在那個台灣博物館的那個活動裡面 我們徵求了一個台北的這個鑄鐵的人孔蓋 希望整個台北市都有那個人孔蓋 但是很可惜還沒有做 沒有做 那這件作品我們是用公開爭選的方式 那我剛好是這個案子的評審委員 那也跟大家分享第一次招標的時候留標 因為沒有好作品我們把它留標 那第二次的話我們找到這個團隊來做 那這個團隊總共做了四件作品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陸陸續續看這四件作品 那這四件作品裡面其實都是有很多互動的裝置 這個作品叫做通訊光送 那它其實是一個互動的 它裡面這邊其實是有影像可以看的 有沒有看到 它會去收錄附近的聲音影像等等放在這個螢幕上面 所以它是互動的 其實它這四件作品裡面幾乎很多都是互動的作品 所以大家要來玩一下 才知道它在好玩什麼 那這個藝術家叫林建榮 那林建榮 那林建榮 它其實在比較年輕一輩的藝術家來講 其實是還滿有知名度的 那它很多都是有一個比較可愛的造型 那它會有很多的光的裝置來做它的作品 那這個幾乎是它比較少數的公共藝術作品之一 它那部分都是做展覽 那這是它比較嘗試做公共藝術的部分 那它也是配合這樣子的空間 去吸收它附近的相關的一個聲音 來去做一個裝置的一個作品 攝影機這樣然後把那個街景就這樣裝進來 這就是藝術家的創意啊 對啊 可是那個好像沒有聽到聲音 真的嗎 都沒有聲音嗎 好像沒有聲音 不容易耶 因為這裡又太差了 又有點差了 因為對呀 因為父親剛好看 除非你要放一個耳機或什麼 影像是看得到 我們是剛好不錯 剛好碰到施工期間 那如果沒有施工應該會好一點 連聲音都可以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驗收這個作品時候都OK 對 對 因為有一年了 去年的作品 對對對 那那個一格一格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去輸入 它是一格一格的東西 你輸入以後 你上傳 它就會跑出那個格子狀 例如說你今天打了一個十字 它就會跑出一個十字 對 那邊有一個網站的資料 我早上還上去看了 它還在 它會這樣子高高低低的 對 也就是說你輸入的那個 現在大家有沒有手上的手機是可以上網 你可以上網 對 我早上有試 但我這台手機沒有辦法上這個 因為我的是這個 Microsoft的手機 不是Android 它好像要吃的是Android 然後你上這個網站 它會有一個選單給你 然後你利用那個選單 自己去設計那個圖案 然後輸入以後 它就會跳 它會跳出這個形狀 對 但比較可惜的 因為它都是白的 所以你看不太出來 它的差異性 所以它是這樣子 一算一算 不是 這是不同的 對 這個是透過這個網路繪圖 所以現在這邊兩個都是非常年輕的 這個團隊所做 如果你現在上網去 有看到嗎 上不去是 這邊 有一個網站 Triple W 然後這個 行務處放作品 對對對 因為它會跳開 對 然後點ART 點CHT 對 我早上有上去上過 好 其實我們不去談它 到底如何互動 它真正跟你發生什麼關係 而是說在我們這個 城市的環境裡面 這個角落裡面 以及你看 這是一個下去的樓梯 然後有一個藝術的作品 跟它結合起來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 一個氛圍跟感覺 對 也就是說它不單純是一個樓梯下去 還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在做公共藝術計畫的時候 希望是跟建築能夠結合在一起 跟環境結合在一起 跟這個街道家具結合在一起 跟街道的燈光結合在一起 好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一組 是由這個北義大的一群 這個研究生跟老師 共同組織的這個團體所做的 那 當時候我想這個 選擇這個地方 選擇這些角落 都希望在這個 比較單調的純粹只有這個 人形步道跟這個我們講街道家具座椅當中 形成另外一個有趣的界面 好 我們再往最後面還有一個小作品 藏在一個小小的角落裡面 我們再過去看一下 後面那位藝術家是我的學生 他就是用這些非常有機的這些元素 有些看起來像蘑菇 有些看起來像融化的這個糖果一樣 有點像你做一個太空的旅行 然後來到這個次元的世界 所看到的這些外太空的生物 那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的畢業設計就在畫這些東西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對 運用到他後來的創作裡面 我還蠻喜歡他所做的東西 你會覺得跟你 跟你跟你不會有好像對抗的感覺 對 你會覺得很親近 雖然他看起來很奇怪 像一個名譽一樣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出現 好 很高興這個 再跟大家這個 謝謝 讓大家有機會來到這個禮拜 謝謝 謝謝 這樣我覺得就是參加這個活動以後 在路上如果假設看到一些東西 假設即使它不是公共藝術 也就像是一些藝術品 可能也就是可以有一些比較 比較好奇心去瞭解 就是可以有所在裡面得到一點啟發 我想這個城市是最大的一個 我們的生活的這個context 就很夠 所以這個如何讓我們這個 點與點當中的這個 這種生活的韻律 能夠變成線 那導覽本質來講的話 他就不是在這個點看完 然後消失再另外一點出現 因為他必須要在這個 我們的環境當中移動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藉著 我們的移動的過程 看到我們的周圍 那我想現在的媒體 越來越發達 這個十一柱形大量的被介紹 這個也是讓我們的城市 變得更加豐富的一種過程 那我們從過去來講的話 這個從來不了解台灣有多美 在幾年前有這個 這個騎腳踏車的這個蜂巢以後 然後最近也有這個 年老的都還想要在這個看台灣 所以我相信這個讓身體可以移動 在我們環境當中行走 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基本 讓我們的知覺能夠滲透 然後抓緊城市的每一個韻律 然後讓我們了解這個城市 陪著我們一起成長 讓我們的集合記憶能夠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覺得導覽的本質 不單純是看公共藝術 而是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的城市 我們可以 Bethlehem 帶我們修理的本質 按照文庄 們一共有的期待 我們要有提示 為我們耳朵的身體 其實我們有26個對手